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這個相片編修 你會不會拍到這種照片 對不對 拍到這個如果是你阿娜達 他就叫你 你不要回來了 哈哈哈 因為你背光 那另外呢我們再看看 還有一種是什麼 有沒有整張太亮或太暗的 也有可能 還有呢 就是 這邊 很明顯的是比較暗一點 這邊比較亮一點 對不對 類似像這樣我們都可以做處理 那這個打光是後面的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個 如果你是屬於背光的 那其實這邊的調整就是我們剛才講那個加跟減 叫什麼 曝光值 那麼 我們找看看我們的檔案 好 你找看看我裡面有幾張 像我最喜歡用的就是這一張 這樣夠不清楚 這個是那個 觀山日照在墾丁 所以是拍 夕陽 對不對 那你夕陽你要站在前面就完了嘛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這邊 那請問你夕陽如果變亮 還要再去拍嗎 應該就不用了嘛 自家家後面 後面拍一拍在我們中正拍一拍就好了 哈哈哈 所以呢你看一下我們大會用到都在這裡 濾鏡裡面有一個跟照片有關的 我們大會用到主要在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暗部補光 Photop他蠻 親民的就是他的很多名詞不會用的太難 好 我現在夕陽當然要依舊在啊 只要什麼 把人變亮就好了 所以是暗的補光嘛 那所以我們從這邊暗部補光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這個 他有一個效果 使用前使用後有沒有差了 對不對如果你覺得還不夠你可以再做一次 好我就再做一次 暗部補光 好我做兩次就好 然後我們Muck回去 使用前 你有沒有發現改變在哪裡 這樣了解了吧 下次 這種照片要不要丟 千萬不要丟 回來自己再撿回來回收一下 雖然數位相片不用錢但是 有時候沒拍到 回來是可以 有不錯的照片啊對不對 因為尤其你在手機啊或者是我們那個數位相機後面螢幕上看可能會更暗 搞不好你可能 看不出你就馬上就刪掉了 但是其實效果應該都 回來大部分應該都還有救 那 這是第1種 第2種呢我們來找看看如果你是整張太亮或太暗的 像這個就很明顯 這個 這個 有沒有比較亮一點 整張比較亮一點 那你可以用這個地方 照片裡面的 全域的增檢曝光 也就整張的變亮或變暗 那你說跟我們用 打閃光燈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相機都有閃光燈啊 對不對 請問你用打閃光燈的 燈光會平均嗎 事實上不太平均 而且還會造成有時候會有一個反效果 亮的會變更亮 暗的更暗 因為他是一個對比嘛 對不對 因為你照不到的就變得更暗啊 所以其實你用我們剛剛講的全域 增檢曝光事實上比較好 你注意到這裡的 有沒有發現到這裡有 EV值 而且 有沒有剛好是正負荷之間 對不對 所以你在相機上調的 我們在這裡也在調啊 只是在後置處理 所以我做 亮了我再變暗 變亮 是不是效果就更亮 那這一張當然就要調什麼 用負的 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對不對 這樣有了解了 所以其實 你用這種方式去 讓他產生的 這個 整張照片的亮或暗 他會比較平均 不是單純的就是用 那個閃光燈這樣閃一下 這比較不同 所以你可以做個參考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做了兩個 一個是什麼 暗部補光 對不對 一個是全域的 那麼我們再多做一個漸層的 在這邊 漸層的呢 我們找這個 找這個給你看一下 你就會比較清楚 這張是 比較小張的 不過沒有關係 你看 有沒有很明顯 左邊比較暗一點 右邊是比較亮一點 小baby 可不可以用閃光燈 不行 所以你來看這邊 一樣在濾鏡 照片 有沒有叫漸層的增檢曝光 點一下 好 那你會很明顯看到 這裡有一個這個箭頭 有一個箭頭 那麼 這個呢 浴色的話 這代表光源 會有光源從這邊過來 所以這邊是完全受到燈光影響 這邊是完全不受燈光影響 中間會有個漸層的效果 那你可以去移動它 這裡 可以移動它 有沒有 或者你要漸層的範圍 那實際上這個也是什麼 有沒有看到又是曝光值 對吧 只是預設是變亮 預設是變亮 那你也可以變暗 也可以變暗 所以 請問 這樣調整以後 有沒有不一樣 不大有人敢點頭 因為有點頭的 看對地方 有點頭的看的是這裡 對沒有點頭看的是這裡 所以當然沒有變 這樣了解 我沒有騙你 真的有變 因為使用前在這裡 使用後在這裡 預覽在這邊 所以 不一樣吧 對不對 而且它就是好像 各位有沒有去看過人家那個拍那個婚燒 我們學校應該常看到 出外景的時候 男女 主角 攝影師 還會有一個人 站在旁邊那個 把那個反光板 為什麼 因為棚內比較好控制燈光 外面就太陽一盞 所以常常會出現什麼 臉黑一半的情形 那這個就是 解決那個方式 我等於回來直接打個光 把黑掉的再補起來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 可以用 當然預設是 線性的 你也可以變擴散的 也就是由中間往外擴散 也可以 因為如果說你剛好是中間 就比較暗的 那你用這個方式就好像有點像光芒那種感覺 好像日光燈那種感覺 所以 你可以像這樣子 然後你自己再去 使用前使用後 改變一下 有沒有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 你看簡簡單的幾個動作 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幫你把照片 就處理得差不多 那 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我可不可以多講一個 多講一個 你看一下我們後面的 因為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都是什麼 都是像這樣對不對 針對整張在做 那如果你要局部了怎麼辦 像這個來講的話 金幣 請問 你不要去洗過金嗎 因為金屬久了是會氧化嗎 銅也是一樣啊 要拿去給人家洗一洗啊 把那個氧化弄掉 那麼我們自己洗就好了吧 這樣比較省錢 哈哈哈 這裡 還有像這樣啊 最近夏天快到了 很多人去墾丁 都是這樣嘛 這樣不要帶都不行啊 哈哈哈 那你就回來自己這樣啊 哈哈哈 對不對 還有啊像這個 像這裡啊 在舞台上有沒有可能出現這樣 因為舞台上燈光也是不平均嘛 所以你可以自己幫他處理一下 那這個都是我們在用 用到一個工具叫做打光 所以你可以回到這邊來 您看一下 這次我們不在這邊喔 我們到左手邊的工具裡面 您看這裡 有沒有叫修片 修片這裡 三角形按一下 看到打光了 女生不要一直看這裡 因為等一下會用 哈哈哈 好 你找這個打光 打光 那我先 開一下給您看一下 來 我們往下走 我看一下 這一張 拿出來 看到了 那麼 因為你選了不同工具 有沒有發現上面的 屬性列就跟著改變了 好我現在選的是這個工具喔 那現在呢 這個筆刷稍微小了一點點 你可以滑過去看 有沒有稍微小一點點 中間有個 那個喔 把這個筆變大一點 你用拖曳的方式 這樣比較大 對不對 好我再大支一點好了 自己洗就好 幹嘛給別人洗對不對 有沒有很快 有嗎 好 然後呢 我們再找剛剛那一位 剛剛那一位在哪裡 左邊 左邊 好 看到了 OK 好這邊有遇到一個情形 照片有時候只拍對不對 要轉正從哪裡 有兩種方式 如果他還躺在下面的時候 你可以從這邊 旋轉 這個是直接 原本那張圖片就轉 那如果是你已經丟上來了 也沒有關係 因為在影像裡面 這裡有一條旋轉 看到了喔 這兩種方式你都可以選 下面是直接改變了 就直接改變原始照片 那上面是你 等於是 出來之後才做修正 我這個應該是順時針 這樣回來了 好我們把他放大 放大在哪 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放大鏡在這裡 好把他放大一點 OK 這個一樣 這樣知道 這樣知道今年要怎麼樣 防曬了嗎 好 如果你想要再 再怎麼樣 再讓他亮一點怎麼辦 你有沒有發現我再怎麼塗好像沒什麼效果了 因為啊你塗過一次之後他就記得了嘛 所以你要按上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你在更新筆刷 所以如果你希望 效果再增強了 按一次 有沒有再亮一點 對 這樣會了 下次儘管穿帳出去沒關係 OK 那你看我們再往下走 還有一張 剛剛那一張 小朋友的 在這裡 好 你看 有沒有發現很明顯這張比較 這裡比較暗一點 他不是歐巴對的嘛 他只是沒有位置站好而已 所以我找到適當的筆刷 好稍微把它調小一點 DC 現在 他也是真白 只是 沒有站好而已 這樣可以嗎 對吧 你看這裡 最好的就是他嘛 那 慘一點就是這樣嘛 好啦 最慘的在這裡 哇 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當你的照片 已經變成這樣子的 不是我不想救 是救不回來 因為 我們剛剛用的這個工具 叫打光對不對 他有一個前提 要有彩度的 你有沒有聽過 看過一個工具 我 也不好 人生黑白 黑白就是沒有彩度 沒有彩度的 那 你只要照片 亮到最亮或暗到最黑 事實上就沒有彩度嘛 那沒有彩度 這個 比 就沒有效果 你看我把 預設是曝光 是正的 我把它變負的 負的相對是會變暗 你看我把它塗 我把它塗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會變暗 會變黑人 可是這裡不會變暗 因為他沒有彩度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其實我們一般 沒有說很鼓勵 你一定要用閃光燈 因為有時候閃光燈會造成 某些點會特別亮 亮到白色 比如說鏡框啊 對不對 還有一個情形 會有什麼 紅眼 紅眼也是因為你用閃光燈 你今天不用閃光燈就不會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你囉